大家好,我是艾圆神 我今天继续带给大家圆神4.8前瞻艾梅莉IV4 5.0卡池新角色手报 纳塔两女一男全是黑皮 圆神5.0-5.2卡池手报 火神费用性超模 纳塔做齐心玩法 圆神5.0卡池新角色所策为火神草稿 如上图,关于5.0卡池有消息了 卡池中将会up三位新角色 一个五星小男孩,草齐双手剑 一个五星少女,水系法齐角色 还有一个四星,女,岩系长枪角色 其中,三个人全是黑皮 好家伙,目前纳塔八郡图仍然没有曝光 也不知道黑皮新角色都会长什么样子 还挺让人好奇的,同人图,物当真 一下子出三个黑皮新角色 也不知道会不会让人失望 不过,要是想一想迪西亚和坎蒂斯 突然就安心了呢 希望不要翻车 关于西巴拉克 关于西巴拉克制机时间的消息 以上是A旧的回答 西巴拉克不会像龙一样很早出来 想要玩就做好执行官少女前后的准备 有消息称,少女有可能也是在 6版本UP,及5.6版本 喜欢少女的玩家们 做好心理准备即可 另外,西巴拉克是长生众 不是普通人 原神4.8测试符相关 如上图,分别是4月8日据演嘉奖界面 MVP结算动作是吧 Doge 图24月8日幻想真静巨师的常态界面 大家简单看一下就行了 原神4.8测试符笔四中 艾美丽埃的大招动画细节也有所改动 首先是有关5.0内塔角色的安排 5.0共3位内塔角色 分别是五星草系大剑小男孩 五星水系法器少女和四星岩系少女 三位新角色都是黑皮肤 5.1和5.2个只有一位新角色 分别是西巴拉克和火神 定位方面 草大剑小男孩玩猎绽放自己战场 要带一伙一水后台 要不要触发燃烧反应 我也不太清楚 五星水法少女还是玩猎绽放 同时拥有很强的大世界能力 也就是能在水面上行走 还有一个更不保真的就是 5.1那个女角色很强 而且对几乎所有角色都有提升的那种 这么泛用的 只能是火神了吧 很难想象火神有多超模 通过对比全角色拐力覆盖率 目前两个火属性拐角色 班尼特和夏沃蕾 提供的数值 基本上是全游最高的 咸云除外 并且还兼备奶妈的能力 再结合内鬼的消息来看 火神生存能力 起码要强于班尼特和夏沃蕾 拐力数值 也要比这两个高覆盖率 要比夏沃蕾优秀 5.0类塔的新玩法 也就是坐骑系统 类似浪船 坐骑系统与骑说是骑 不如说是附身在龙的身上 在新玩法中 角色会变成一条龙 类塔有五种龙 其中三种 大家在官宣的PV中已经看过了 也就是土盾 水盾和飞天龙 剩下两种 分别是淡青色的龙 可以自由飞行 另一种红色的龙会喷火 有关论坛上 赛出的5.0到5.2复刻池 大家简单了解下即可 不过棕林目测 会在5.0版本复刻 深鹤还差一次进混池 在5.0陪跑新兵C 也说得过去 5.1火神加风神 势必会拉一波流水 5.2雷神加西巴拉克 如果不说版本海灯节 应该是5.3了 5.3平老劳入池 据说平老劳的 装武为厂柄 88爆伤 适合销 后面还有5.5的少女 队长听说内塔不落地 考虑MHY的癖好 应该还有两个成男 两个成女买下CP 还是先留意一下吧 对吧 对吧 对吧